疫苗啊你在哪里啊 就是要证明蔡政府没有卡疫苗 府院没有不同调 但在野党不止高喊疫苗不够 连对现有的疫苗都有意见 每百万台湾已经突破到 每百万287人次的死亡 你怎么还可以这么冷血的 要求台湾人前扑后继的去接种疫苗 而不顾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直指AZ通报猝死率高 政府为了完成疫苗覆盖率 不揪出高猝死率的原因 国民党指控政府的疫苗催打令 已经变成催命符 执政党立刻反驳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却造谣批评AZ疫苗为催命符 代表恐吓人民释放不实谣言 讲起陈主席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一边恐吓民众不要施打AZ疫苗 另外一边又放任特权偷打疫苗 若AZ无效 国民党党内相关人士为何纷纷偷打 反抢国民党污蔑 更点名多名国民党人士 已经打了AZ组成AZ特战队 怎么还会如此公开炮轰 台湾疫苗不只是防疫物资 似乎也是朝野攻防的政治素材 TVBS新闻黄冠伟离婷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